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上午的三萬坡證 那今天是星期五嘛 明天要放假了 才剛發黃式的連假也要放假了 還是祝大家週末愉快 天氣還不錯 那今天的具有科技創新高 快200了耶 我們從82塊切入到現在 已經不只已經大賺超過一倍了 好事會不會成雙 你看今天的漂亮寶貝也漲停 今天漲停買的股票不多 應該也蠻好拆的 其實昨天的粉專生物已經公開了 我們漂亮寶貝是哪一檔 那也不瞞大家講 其實你看嘛 為什麼我暫時先不去跟他公開 其實我覺得把股票拿出來講 其實沒有什麼 大家懂嗎 有人會跟啊 會就要比說我公布具有科技 有的人 易高人膽大的跟都有賺到 可是為什麼漂亮寶貝也暫時不公開 你看到現在我還不寫 其實已經有很多人猜到 昨天還有人猜到是這個啊 昨天猜到是6796的這個啊 敬鴻啊 今天也還可以啦 昨天是漲停板了嘛 今天還創新高 有人猜到這一支 那哪怕你猜錯 我們要到敬鴻你也賺喔 誤打誤撞啊 還可以賺到一支漲停板 那為什麼我今天先不接 不是說我要賣關子 也不是說我要故弄玄虛啊 我覺得要讓投資們 去思考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 摸身全金條 要衣服沒摸到的那種概念 大家懂意思嗎 你說台面上有沒有主流 有啊 有會員問我啊 就是 把人 我看別的老師 行運股 算得這麼高興 我們都沒有行運股 可是我們有具有科技啊 老師 把人都用軍工 多好多多好 我們沒有呢 對啊 我也沒有軍工啊 但是我們有漂亮寶貝啊 今天也漲停板啊 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我們在講嘛 就是說 一種搭人的精神 昨天下午節目 我不是跟他講 我三十幾年的 這個鼻子過敏 這個鼻子過敏 我平常講 我吃過的藥 看過的醫生 也已經不下多少了 有的人推薦什麼中南部的 我都去過啊 甚至於我那時候還有人 還有醫生建議我開刀 你這個鼻子息都割掉 鼻子過敏就好了 我差點真的要開啊 因為你要知道鼻子過敏 會困擾你很多問題 尤其像我們上節目 對不對 有時候哇 鼻涕一直都要流出來 還要一直講 這種痛苦我知道 有時候跟他講事情 總部還是當天在對面 當天在面前 這樣醒鼻涕吧 所以跟我一樣 鼻子過敏的人 都會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昨天不是說 我就去盧州 我昨天發現了 是中華路 不是關華路 反正 就那個李醫師幫我治好啊 按照他的指示嘛 有些忌諱的不要吃 冰的不要喝等等的 你看 我現在不需要隨身帶衛生紙 都不用隨身帶面子 這個就是人家專精的地方 大家懂嗎 就是有的醫生他特別會治某種病 你看到現在像很多 台灣的醫生有什麼 心臟科權威 誰誰誰誰 泌尿科權威 誰誰誰誰 比如說什麼單感科 單感科權威誰誰誰誰 他可能號稱他是權威 我們不能說 我們就找這個權威 找他治病一定 治得好 那至少因為他治好的經驗很多嘛 對不對 對就好比如說前台北市長那個柯文哲 哇 豪稱 全世界玩葉克爾摩沒有人玩得比他好的 我記得他是這麼講的啦 如果我有說錯可以更正我 意思是什麼 好啦 要插葉克爾摩吹就對了啦 大家懂那個概念吧 就是說有些什麼建築師啦 醫生就好比如說 有一種建築師我滿佩服他的 就像設計橋樑的 不過就是巧嘛 搞那麼多花招幹嘛 可是有的建築師他就怎麼樣 我就是要運用一些創意 別人要用10萬噸的鋼筋 可以搭好的一座橋 不用 我想辦法用5萬噸的鋼筋 就可以把這個橋做好 然後還可以登上什麼 什麼全球建築大賞 你看那個對岸湖南有一座那個橋 蓋在那個高山懸崖上 號稱都是用鋼籃鋼索去做的 我說那真的是 人類工程的奇蹟 就類似這種概念 我不是推崇大家一定要去看那個橋 只是說我們看他那個影片節目就覺得說 哇真的好了不起 那個是人家厲害的地方 那就是工程師那厲害的地方 那你說你今天教育工程師說 你這麼會設計這個橋樑 來來來來來來 來幫我設計台車子 概念是不同的大家懂吧 你說把我氣喘治好的那個李醫師 哇你氣喘治好的來來來 能不能治肝炎 我相信這應該不是他擅長的吧 相對的嘛 分析師有分好幾種 有所謂產業分析師 那產業分析師裡面有分 比如說專攻什麼 比如說船產的 什麼什麼測用相關的 等等等等都有 很多那種大的頭戲裡面 它分的是很細的 那你要想啊 台灣的產業還算單純的 如果到對岸你知道嗎 那個大陸的那個產業複雜程度 很難想像的 大家如果看過對岸的那個報告就知道嘛 光那個板塊就四百多個 光個鋰電池就分好幾種 還有挖礦的 因為台灣沒有挖礦嘛 台灣幾乎沒有礦工股嘛 還有挖礦的 還有白酒 那台灣掛牌那個賣酒的掛牌好像沒有對不對 對啊 那你說這麼多的股票 幾萬支股票 你說光靠一個老師怎麼有辦法分析得出來 你問我也沒那麼厲害 所以有會員跟我抱怨 老實在把人這兩天航運股做到兵兵 我不是說過嗎 我不是貼著消息面的老師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 誰是在喊航運股 那當然你去找他有沒有意見 你就看到誰在喊軍工股 你去找他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你要玩不一樣的股票 來找我就對了 這就是所謂的樹葉有鑽工 大家懂嗎 我相信看到今天具有科技 都快兩百塊了 我還需要證明什麼 我還需要證明什麼 我需要證明說因為我沒有航運股 然後我就是個航班的老師嗎 我沒有軍工股 我就是個不及格的老師嗎 不需要吧 我光一擋具有科技 就打死那些買航運股的啦 你們知道你們航運股多厲害 讓你再厲害賺兩支漲停板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們具有賺一倍了 請問誰比較厲害 是賺兩支航運股的比較厲害 還是賺一倍的具有科技比較厲害 親愛的 我相信如果有辦法讓你賺一倍 你會想要去賺那兩成嗎 有這麼笨的人嗎 你看到每次那個大樂透 只要一直共沽 本來本期獨得一億多 沒什麼人買 每次看到那個 前面幾期共沽的 目前獎金累積到四幾億 我跟你講 買氣特別旺 為什麼 為什麼累積到四幾億的時候 那個時候買的人特別的多 賺到一邊的好東西 對不對 該贏 這是一種概念嘛 所以你看那個累積這一兩億 我們每次經過那個彩券 他們有都會貼嗎 目前累積彩金1.5億 等到哪一天 你看他們有寫 目前累積到15億 哇 我跟你講包牌了就來了 這個市場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 你說我們貪有沒有錯 我不是很喜歡用貪這個字 但是我問大家好了 貪有沒有錯 我不認為貪有錯 尤其在股票市場 貪哪有錯 有行情 我想要多貪一塊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 我們能夠找到很強的股票 多賺一點 為什麼不行 漂亮寶貝連續兩天 兩支漲停板 可以馬上快速賺兩支漲停板 為什麼不行 這不叫貪喔 你要說我周鴻的技術特別厲害 我也認同 沒有點技術 還真的寫不出這些東西來 你看台面上哪幾個老師 可以像我這樣子的 來來來 已經上架了MK戰法 目前已經有六篇了 然後最新上架了兩篇在這裡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高關節 去看一下我們洪哥小教室 去看一下 我從我的操作理念驗證到 比如說 也許你覺得我講MK戰法是 空彈 可能是一種一種 紙上彈兵嘛 我做給你看 如果你質疑我的方法有錯 那我問你 憑什麼具有科技 我問你可以大坦一杯 你告訴我 如果我的方法不對 我的戰法沒用 就要比如說你去質疑孫子兵法 是沒有用的 到底是一樣 如果孫子兵法沒有用 那為什麼美國的西點軍校 指定大家都要學 每個人要畢業 西點軍校都要學會孫子兵法 你加一個阿兜仔來學 中國的兵法很奇怪對不對 這是事實 孫子兵法在西點軍校是必讀的 他為什麼不學美國人的軍兵法 為什麼不學歐洲人的兵法 因為他們沒有人寫 所以沒辦法 他只能讀孫子兵法 那你說孫子兵法沒有用 看你怎麼用嘛 對不對 看你怎麼用嘛 所以 方法 我一直強調一個 我一直跟他強調 你去年沒有跟我賺到愛譜一倍的 好 那都過期的事情 也沒賺到資源一倍 好 那都過期的事情 也沒賺到金居一倍 那都過期的事情 反正那是三個月前的事情了嘛 那你說漂亮寶貝是前兩天的事情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連一般會員都會帶 一般會員都會帶喔 怕你們不知道 我特別在當天喔 前天3月1號 放完四天連假的第一天 你看 正常來講 我不會在平日去放股票的啦 我偏偏在3月1號那天提醒你 我告訴大家 來 Tick過來 今天在節目上 預告的一檔IC設計的漂亮寶貝 就是具有高獲利 也蘊含高配息的題材 但是股價只有一百出頭 就因為我寫一百出頭 有人去 雖然有人去拆到鏡紅 以目前的股價來看 本益比也不高 股價已站穩連線 這才是值得布局的重點持股 有看到嗎 寫得清清楚楚 你可以質疑我節目上 可能會亂講 可是貼在 手機裡面的東西 貼在粉絲團的東西 是沒有辦法造假的 也沒有必要造假 懂嗎 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啊 對不對 也許有些在動手腳 用漂亮寶貝騙到你們 那總不能一輩子騙下去嘛 你看台面上 的分析師 包括做YouTube的那些分析師 有幾個人敢像我這樣子 大啦啦的公開分享股票 在粉絲專頁上面的 你看具有科技也是一樣啊 具有科技是沒有遮的 你自己看 1月24號 我大年初三那天貼的嘛 我過年前就預告了 你看 1月13號節目我就預告了 這支高票 我在1月24號會公開分享 哪一檔 我就具有科技 你看他說具有科技還多少錢 你看我們 1月13號節目那天講的時候 還多少錢 最低 80.6 後來具有科技 不小心還跌到79.4 人也不可以說不小心啦 現在回頭去看 哇 老師 80塊這些都是最讚的買點 我還買82 我還沒買到80 對不對 我們2月1號還買到82 還不是買到80 不漂亮嗎 你看今天已經196啦 是不是 早就獲利超過一倍了 還不含加碼單 我96有加碼嘛 好像100多還有加碼 今天我不是刻意要拿這個什麼 具有科技來炫耀什麼的 不是的 我是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今天 好啦 我們先假設你真的會想要找個老師參加好了 反正看節目的目的 不外乎就那幾個嘛 看面白嗎 要拚一下 你看很多人拼到什麼 漂亮寶貝有賺到嘛 不然就是真的想找一個 值得信賴的老師來跟嘛 就像我在節目上跟他講的 我說我今天你來參加好周鴻 我不能跟你做獲利的承諾 我不能說哎呦 我們具有科技賺一倍 來來來來 現在趕快對我做 後面的股票 大家都要賺一倍 我們不能做這樣子的保證 我也不能做這樣子的保證 但是有件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承諾的就是 絕對買得安心 絕對抱得放心 肯定賺得開心 你連第一步你都做不到 你何來賺得開心 我問大家好了 如果我帶你去買 好啦 假設我們帶你去買180的 具有科技好了 對啦 今天也賺啦 但是如果你能夠買了82 能夠買了90塊不是更好 我講什麼道理 對阿羅斯我買180也賺啊 我也知道180也賺了 因為已經買196了嘛 可是如果你有辦法 在股票還沒大漲之前 80幾個就開始買 90幾個開始買 突破120再加碼的話 現在回頭去看看 每一筆的加碼 都是正確的啊 所以你說大專利貝 只是剛剛好而已 獨獨好而已 不多也不少 我知道有人會質疑 不知道有贏啊 沒有贏啊 所以你看喔 為什麼我在前天我跟他講說 好 我們今天不用把重心執著在 具有科技 有賺到了我恭喜你 沒賺到也沒關係 因為你要把重心擺在這一支才對 為什麼說要把重心擺在這一支 我是不是舉過 德維給大家做例子 你看今天德維又創新高耶 馬倍掌停板了耶 親愛的 為什麼我舉德維給大家做例子 因為德維的底部 打得就跟我們漂亮寶貝一模一樣嘛 你看一下德維現在已經多少296了 可是我們的漂亮寶貝現在才在這個位置點喔 在這裡呢 差不多在這裡呢 你看 當然因為今天掌停板多一根紅K嘛 已經突破前高了 準備挑戰這邊的高點了 也大概在位置點 大概在位置點 你看德維是不是也突破了去年8月的高點 所以我們的漂亮寶貝要突破去年6月的高點 只是時間的問題 我在那邊跟他講嘛 這段後貪掉 最少有什麼 連同加滿單 我有把握至少賺7成 如果盤勢夠強 除息效益夠的話 我告訴大家好了 說不定漂亮寶貝又是大賺一倍 要不要買 買啊 我們今天持續加碼 也是一樣現買現賺漲停板 所以投資本你要有概念啊 就說 你今天去找別的老師 當然如果你執著在航運股 你執著在什麼軍工那一些 當然我鼓勵你去 這我沒意見 我今天開了這個商店 我這麼講好了 我今天開了這間店 我不可能什麼都賣啊 好我們今天賣賣航運股 為了收會表 我們今天賣一下航運股 有人要參加 你做老師你不做航運股 我不參加 那說是你不做鋼鐵股我不參加 做老師你不做什麼什麼不參加 好啦那你去找那些老師好了 對我來講 我求金不求多啦 我做的賺錢的鉤票 也不用多一兩機 大家懂那個概念嗎 不懂的話沒關係 我們先進廣告 等一下回來告訴大家 有人跟我反應 做好是你選的股票一百多我買不起 好我等一下回來告訴你 衝著你這句話 我特別精挑細選一檔 只有三十幾塊的股票 等一下來跟他做個分享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盡一定貸出 陳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型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陳突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有很多粉絲跟我留言 說實際上 你最近選的股票都不錯 就是有點貴 對於小資金來講 只能看得到吃不到 當然 我覺得既然你都加入我的粉絲團 也衝著你對我的信任 當然我很開心 雖然說我比較執著在100出頭以上的股票 我現在我手上沒有超過300塊的股票 但是考量到有些投資朋友的確 資金很有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能夠賺錢的話 不管高價股低價股 其實都可以著墨 當然就牽扯到一個選股上的一個方向 記不記得我之前跟他提醒過的 你看前任節那一天我跟他提到的 馬斯克想玩低軌衛星 還要靠我 這張股票很多人一猜就猜到了 聖達科 哇 也是100多塊 那你說聖達科 當然今天稍微弱了一點 可是你看 我們分享的是2月14號在這裡 這段最起碼也兩支停辦有吧 兩成有吧 差不多有 那你說他漲完了嗎 我不認為他漲完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題材 它還是有它的一些後續的延續性 就比說現在在聊AI 當然 AI會不會像元宇宙 說又是一個泡沫 這我目前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看起來 它都還是有一個延續性 尤其像具有科技 人家是有實質獲利的 你如果說我玩一個泡沫 我沒賺錢 那當然很容易就泡沫就破掉 可是如果我是有實質的獲利的 那這件事情會變真的 大家懂嗎 並經 那大家知道嘛 這個低軌衛星來講的話 目前來講 也算是一個重點產業 我們不要說美國 我看大概連對岸吧 對這個低軌衛星 他們也都是非常的著墨 當然我不是說低軌衛星 一定是台廠的天下 只是說很多裡面的零組件 很多還是需要台廠 所以為什麼深達科那麼重要 好 那當然 因為它畢竟比較貴嘛 所以我這兩天在宣估的時候 我發現到說 變的變的都是低軌衛星的概念股 但是呢 這支股票只有三字頭 不是三百塊 我先跟大家講 三字頭 2022年的營收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去年有稍微衝了一段 後來壓回 因為大盤跌嘛 大盤跌它也跟著下來 但是他們發現到 它打下來的過程中 這邊是不是在打底 這個打底的情況是不是跟 森達科非常的類似 很類似對不對 那我問你 森達科都衝上去了 都衝上去 就問一下 我們的這一檔 有沒有機會也跟著森達科衝過去 挑戰前高 你看這個森達科已經突破前高了 稍微震盪一下 有沒有機會再挑戰更高的高點呢 拭目以待 重點不是它會不會突破到哪裡 重點是 股價只有三字頭 這是我特別為小資金的投資朋友挑選的 你們的建議我都有聽進去 我講真的啦 粉絲們 也許你看漂亮寶貝又是100多塊 老師我有猜到是哪一檔 可是買不起啊 不要再說買不起這句話了 我希望你告訴我的是什麼 主要是我想跟人一起賺 但是你可不可以挑幾次低價的給我們買 有 挑到了 本來我今天不想拿這個出來講的 衝著你對我的支持 衝著你們對我的肯定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跟著周老師 學習什麼叫 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也開心 你沒對的具有沒關係 80幾塊買不去我也沒辦法了 你說佩浪寶貝100多比較貴一點點 你跟我講你資金不夠 好 我也把這句話訂進去了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這支 要對得到 去年營收創歷史新高 但是現在股價還在打底 在等什麼 等股力政策 一旦他把去年一整年的營收公佈完 連股力政策公佈完之後 我告訴大家好了 就會發動了 現在很多股票都這樣子 你越少公佈股力政策了 再拉一波 先拉再講 我們的目的又不是要跟他除息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賺那個價差 趕緊跟上周老師的腳步 雖然說沒有什麼打什麼促銷啦 優惠啦 但是我只要告訴大家 機會我已經把你們找到了 就等著你跟上周老師的腳步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都非常歡迎你 跟我們向上的助理進行聯繫啦 好了 那今天上午的節目 先為大家進行到這邊 那我們下午呢 我就不再囉嗦了啦 我們下午就再聊聊 我們的漂亮寶貝 到底是哪一檔 你也不用猜了啦 猜到了就恭喜你賺到了 沒猜到了 猜到鏡紅了 你也賺到了啦 對不對 好 下午見 有些客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午的節目 我們下午的節目 我們下午的節目